從預賽到八強 一路拼出六連勝 締造黑馬傳奇的世大運 中華男排 感動戰役最終回 要在銅牌戰中力拚阿根廷 雖然第一局25比19首開記錄 但之後卻連敗三局 最後1比3敗下陣來 電軍作收 因為很想贏球 很想拿銅牌 所以得知心態中變得 沒有像情境場那麼的放得開來打 所以失誤就比較多一點 儘管無法為台灣抱回銅牌 但和過去最佳14名的成績相比 光州市大運第4名 已經寫下了隊史最佳成績 連勝氣勢 機葬團隊化學效應 成為這次打出好成績的X因子 當然一來的時候 可能也不被看好 但是慢慢的選手一場一場拼下來 我對我們的選手是 感覺很光榮 因為他們可以拼到四強 也是覺得很光榮 比賽的經驗是 會有扭在大家的心中 因為畢竟我們明次還是 突破了前面以往的南排的成績 而且 以亞洲來說我們還算是亞洲第一 南排有好表現 七月底在伊朗舉行的亞錦賽 期望能夠再接再厲 這趟世大運除了成績 正宗快攻守張良浩 靠著單眼皮 與都教授的幾分神似 在韓國人氣大爆發 江良浩的高人氣算是個人斬獲 而中華南排這次賽會的最大收穫 還是打出了刺青心 中華南排雖然在銅牌戰中不敵阿根廷 沒能為中華代表團再進仗一面銅牌 不過整體賽會的表現 從預賽到八強再到準決賽的表現 確實是感動了無數的球迷 也期望中華南排這次的表現 能夠帶動國內的排球風氣 幫助國內環境能夠越來越好 以下是我來提訓國內和蔡晴景 在韓國光州的採訪報導